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这个环境呢 我们今天用的是Path3.8 对吧 解代码的话呢 是Path21.2 然后还有两个第三方模块 一个是Request 帮助我们发送网络请求的 第二个的话呢 是Purcel 是去解析数据的 好吧 这两个模块的话呢 是需要额外去安装的 那如果是有同学没听说过的话呢 就一定要去安装一下 然后关于我们本期课所有的资料呢 都在我们这个木质老师那边 对吧 有需要的话呢 就去加一下吧 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是一个爬虫的一个基本思路 我们今天的话呢 去做一个爬虫案例 那首先的话呢 其实就是两个点啊 写任何一个爬虫 其实都是将近啊 都是两个点 对吧 第一个的话呢 是一个思路的一个分析 资友老师有同胞胎 什么玩意啊 同胞胎是什么东西啊 麻烦 麻烦资友老师出来给我解释一下啊 离服啊 好啊 然后这个 我们今天的话呢 是有分为两个步骤啊 分为两大步骤 第一大步骤的话呢 是关于一个目标网站的一个分析 也是一个思路的一个分析 这个的话呢 其实我们写任何的一个爬虫程序 它都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关键啊 就你爬任何的一个网站 就当你把这个思路 对吧 把这个网站给它搞清楚了 你再去采集它的一个数据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轻松很多 对吧 那首先的话呢 我也先带大家 先来把这个网站的这个思路给大家分析清楚啊 一个一胞胎 两个兄弟 不是啊 不是 好吧 我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好啊 然后的话呢 到这个网站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吧 好 来到这里啊 我们也可以同样啊 你要打开这个网站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百度去搜索 对吧 回收桌面啊 然后的话呢 点击第一个内容 点击它之后的话呢 里面有一个美女栏 有一个美女栏 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去采集的一个数据的话呢 也是在这个美女栏 里面啊 今天用正泽讲 前面可以用一下正泽吧 好吧 然后也用正泽 也用其他的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里面啊 有两个要注意 记得去注意的一个点啊 不是很会 正泽标大师 呃 我前面会讲一下正泽吧 好吧 好啊 然后的话呢 到这个页面 那首先的话呢 大家要去确定啊 我们要去采集一个网站的一个数据 其实无非就确定两个点 那第一个点是我们的一个 需要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第二个点 这个数据在哪里啊 大家明确这两个点 那我们之后去写任何的代码 其实就会简单很多 好吧 学不学Pathom 不是主要 主要是来收集网站的 主要是来收集网站的 可爱心 报个班就会了 巧了啊 他还真是报个班的 好像 对吧 咱们这个 陈同学好像还真是我们的VIP学员啊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网站啊 注意 我们需要去确定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那首先而言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其实就已经发现了 对吧 很简单 我们需要的数据 无非就是这里面的一些 好看的图片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有一个 细节要值得注意的一个点啊 我们比如啊 打开这个页面啊 打开这个页面 对吧 那我们来到这个详期页 注意啊 来到这个详期页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啊 其实我们点击进来 你会发现 哎 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些 这个更多的图片 对吧 有更多的内容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呢 也分为两个点啊 第一个点 对吧 我们来到当前的这个 外面的这个页面啊 对吧 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对吧 去拿到我们需要的 这个所有的一个图片 这个相册页面的一个 里面的这个所有图片 对吧 前面的话呢 是它的一个封面嘛 是吧 明明是小姐姐 好啊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要拿到所有的一个图片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 原来的一个列表相册页面 我要在这个页面里面 拿到我们所有这个 相册的一个封面 对吧 当然我们不仅仅来说 来到这个封面啊 我们 这很简单 对吧 我们需要把里面的所有图片 都给它拿到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从 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吧 好吧 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啊 可能说同学们 这个有特别同学啊 这个没有太接触过 对吧 我就一步一步来吧 好吧 我也把这个步骤呢 先给它干掉 好吧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确定一下 先把这个里面的一个图片呢 先给它写下来 对不对 那来到这个里面当中的话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每选这个图片 对吧 它都会给我们换一个 相当来说是换一个页面 对吧 你看上面地址栏会发生变化 但是没关系啊 没关系 我们现在的话呢 先来到咱们这个网页源代码当中 先去看一下里面有 里面的一个图片啊 右键 哎 右键不了 右键不了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里面 好吧 可以到这个地方 去尝试一下右键 因为上面的话呢是广告 广告的话呢 它是没有设置这个网页的啊 只有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 没有办法去右键 那么怎么办呢 对吧 在这里面右键一下 或者来说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啊 可以通过咱们这个 Country加一个U 好吧 Country加一个U 你也可以跳转到当前的一个 网页源代码当中 OK吧 然后呢 在这个一面当中的话呢 我们要去确定 直接F12不行吗 不太好啊 因为我们通过右键 通过F12 对吧 到这个element的 这个元素面板当中啊 注意两个点啊 注意啊 注意啊 注意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我们很多 没有基础的同学 刚学爬从啊 去分析网页的时候 都会发生一个问题 你就老师 我这个在这个网页元素面板当中 能看到数据啊 对吧 但是我们 在这个里面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 请求 方请求 获取数据 但是我们获取的数据 跟这个里面不一样啊 对吧 少了很多东西 我想要的没有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在我们这个element的这个元素面板当中呢 给大家简单地讲一下啊 在element的东西 这个里面啊 就相当于是一个渲染之后的一个数据 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区别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网页元代码 在这个里面 是渲染之前的一个数据 OK吧 然后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就好比一个什么 好比一个你上了色 跟你没有上色的一个区别 OK吧 就在咱们这个网页元代码里面 注意啊 网页元代码里面 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没有上色的一个阶段 对吧 当你渲染之后 就是说当你渲染 当你上了这个颜色之后 它的一个网页元代码 它们两个之间是不一样的 OK吧 它们是不一样的啊 不要把它们两个当成 对吧 它们就必须一样的 好吧 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并且的话呢 你可能在我们控制台当中 去访问这个数据 可能你拿到的又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主要来说 去访问这样的一个网站 不管你访问哪一个网站 对吧 你拿到的这个数据 你都以什么为主 都以咱们这个实际控制台 拿到的数据为主 OK吧 就不要以那个其他的为主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网页元代码当中 对吧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先要去确定一下 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 它在哪里啊 就很简单嘛 其实 对吧 其实很简单 我们来到这个网页元代码当中 我们要去定位到 咱们这个下面 好吧 这个下面的一个标签 对吧 下面的一个内容 的一个 所处的一个位置 在哪里 对吧 大家能说 这个东西我怎么找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很容易去找 对吧 这里面的话呢 一二三四 对吧 五六七八 对不对 当我们一直往下拉呀 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里面有imagine 对吧 imagine的话呢 其实上就是对应着 是我们的一个图片标签 里面会存储于几个图片 对吧 然后你实际上 你去数一数 你就发现 这里面有八张图片 对吧 这八张图片 我们一张一张 点进去看一下 好吧 点进去看 其实你就发现 当我们点击第一个 第二个的时候 对吧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实际上 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图片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就发现 当前的这个数据 当前我们需要的一些图片 它实际上 就在我们的一个 网页源代码当中 它就有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直接去 访问到这个网站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 我们的一个图片内容 对吧 就可以拿到 这几张图片 对不对 当然总是说 老师这个网页源代码 我根本就看不懂 对吧 我也不知道 它是个啥玩意儿 这个现在你不需要懂 好吧 不需要懂 因为这个网站嘛 对吧 每一个网站 就你去写一个扒充 其实说实话 你学的东西 是蛮多的 就从网站开发开始 对吧 因为你要 你时时刻刻的 就写一个扒充嘛 你要去采集 网络的数据 你时时刻刻 你都逃避不了 你要跟网站去打交道 对吧 那这个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必须得去 后续去看懂 是吧 像这些东西 其实网站开发其实 还是蛮好懂的 对吧 可能说有些东西 第一次接触 对吧 看这个东西 有点难懂 对吧 这个乱七八糟的 这个啥玩意儿 是吧 实际上这个东西 你就把它统一地 给它理解为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去开发人员 对吧 开发人员去写的东西 就为什么说 这个网页 能够展示成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为什么说它能够 这么好看 对不对 都是因为这个代码 它写得好 对吧 这个代码 这个网站它写得好 这个图 所以它才会展现出 这个样子 能理解吧 OK吧 所以说这个代码的话呢 就是用来去展示 就是用来去运行 对吧 让它展示出来 这样的一个布局 对吧 让它展示出来 这么样的一个内容的 OK吧 然后呢 在这个网页员代码当中 这里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步骤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需要去访问到这个网站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网站当中 去找到 去筛选一些 我需要的内容 懂得解吧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 其实就是我们 今天去写代码的一个目的 就很简单 对吧 第一个步骤 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对吧 然后第二个步骤 去获取 咱们这个数据 获取什么数据呢 对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网页员代码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第三个步骤 去解析数据 对吧 在我们这个网页员代码当中啊 去提炼出一些 我需要的内容 就比如说这一些图片内容 对吧 我需要给它提炼出来 OK吧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第四个步骤 就去保存咱们的一个数据 好吧 其实这个的话呢 这四大步骤 也是我们去写 爬虫的基本四大步骤 对吧 像很多没有基础同学 就算你说吧 老师 我现在确实是这个 听着有点懵 对吧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排程 但也没关系 就你主要来说的话呢 对吧 听我们本节课 就你把这个思路 给它捋清楚 对吧 思路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 去实践代码 只是说一个 时间的一个原因了 那对吧 像我们爬虫的话呢 我也说实话 我也不需要 不需要你们记住太多东西 一些没有基础同学 你只要记住什么呢 这四个步骤 对吧 这四大步骤 以及我们的一个思路 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我们是怎么去分析 一个网站的 我们是怎么去实践代码的 代码有几个步骤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这个代码 老师 我接下来去写 哔哩巴拉的一大堆代码 对吧 我需要全部记住吗 对吧 不需要 OK吧 你是不需要 然后这个的话呢 主要给大家去说一下 可能有些东西 老师 我确实 第一次结束 对吧 我感觉这个入门好难啊 我快直接要放弃了 对吧 没必要 没必要 OK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导入了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呢 叫做request request的话呢 是去帮助我们 去发送咱们这个网络 请求的 好吧 发送网络请求的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request模块 那等一下吧 好吧 我先问一下大家 就现在来听我们课的 有多少是零基础的呀 我先问一下 忘记问了 有是零基础的东西呢 可以在桃圣区里面 敲个零 先我看一下好吧 就刚刚给大家去讲了这一波 我也是怕大家 对吧 没有基础 就直接劝退了 没有是吧 我没有基础 OK 就一个是吧 我就趁着这段时间内 我就喝个水 有基础 OK 好 那么我们继续 首先的话呢 我们导入了这样的一个request模块 那这个request模块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 去执行我们代码的第一个步骤 去发送网络请求 好吧 去发送咱们这个网络的一个请求 那我们就把它复制一下 沾滴进来 那怎么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呢 怎么就一个 怎么就一个 嗯 什么就一个 就你一个吧 很正常啊 很正常 对吧 咱们这个听个东西 应该都有一定基础吧 对吧 我应该没猜错啊 应该都有一定基础 好啊 然后呢 首先我们准备了一个地址 对吧 肯定都 差不多都有一点基础 那可以啊 那更好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觉得对吧 有基础的同学 你觉得哪里听着听的 对吧 有点听不懂了 那你可以随时的打顿我啊 好吧 这个包括说没有基础同学也是一样的 就你有哪里听不懂 对吧 你可以直接直接打顿我 对吧 老师我这里听不懂 老师我那里听不懂 对吧 咱们今天课程是一个直播啊 不是一个录播啊 所以说你有任何听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问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代码的一个行数的 OK吧 自学算有基础吗 看你是怎么自学的吧 对吧 看你是怎么自学的 一般来说自学到面向对象 我统一的把它称之为一个有基础的 好吧 好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先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通过啊 就通过这个request .get 像我们的一个url 对吧 这个url跟这个是一样的 是对应的 对吧 向它去发送了一个网络请求 对不对 网址发出来 好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们通过request的.get 向咱们这个目标网址啊 去发送了一个网络请求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第一个步骤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通过咱们这个右键去运行的这个代码 看一下 它给到我们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对吧 顾名思义 它给到我的是一个response 200 那这个response 200的话呢 其实也就证明着我们现在访问成功了 对吧 那它的话呢 就是一个访问成功的一个响应状态码 对吧 就是一个状态码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需要去拿到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不对 这个数据内容的话呢 是什么样的 就很简单 对吧 我们现在的话呢 接下来要执行第二个步骤 去获取咱们的一个数据 好吧 获取数据啊 第二步 OK 那么第二步怎么去拿到当前的这个数据内容呢 我们还是同样啊 通过这个reprint去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咱们这个response 点一个test的 好吧 点一个test的 为什么说点一个test呢 因为它本身的话呢 我们访问到它的一个网站 它实际上就把当前的这个响应 以及它的一个这个数据都已经给到了我 对吧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只是要去拿到就可以了 拿到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右键运行 那我们议许完之后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对吧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拿到我们当前这个网页原代码的 所有数据内容 对吧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对比一下 咱们的一个网页 真正的一个网页代码 对吧 去对比一下它 那通过我们的一个对比之后的话呢 先对比一下吧 对比完之后的话呢 你发现这两者之间 从第一行开始 对吧 它们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只需要说 去拿到 对吧 拿到我们需要的一些内容就可以了 就OK了 对吧 那么怎么去拿到那些 我需要的内容呢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第三个步骤 对吧 还是比较快吧 有没有跟不上的呀 这里面是一个Data HTML 好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是第三个步骤 去解析数据 对不对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内容 肯定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简单啊 大家先打 刚刚是给大家放松 放松一下警惕啊 现在还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啊 好啊 然后来到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到了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咱们这个网页 原代码当中 去提取一些 我需要的内容 是吧 去提取一些我需要的 那我需要的在哪里 对吧 我一往下面去拿 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需要的数据在这里 对不对 当然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 对吧 可以用一些这个 一些相关的一些语法呀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 有一些这个Xpass语法 CSS 对吧 这个21 哎呦 等等等等吧 或者说BS4吧 对吧 BS4我本来是不想写的 但有同学可能说 自学用到过 对吧 可能有这些方式 去提取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吧 当然这个BS4我就算了吧 干掉吧 BS4太老了 老得一批了 他已经将近六年吧 没更新了 过了今年就第七年了 用正则 对吧 用正则的话呢 今天这个数据 不是很好去提取 对吧 不是很好去提取 这么久 这么久 什么这么久 用正则的话呢 在这里面 我们BS4不讲 对吧 BS4不讲 想得真好 BS4本来就不讲的 然后本次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一个内容 是CSS样数据提取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BS4 可以用这个21 XFAS CSS都可以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尽量的就提取数据 注意啊 就打个比方吧 对吧 你吃饭一样 对吧 你觉得就 就做一件事情嘛 就吃饭 对吧 吃饭 你就拿个正常比方 说对吧 你用筷子式的舒服一些 还是用这个 勺子式的舒服一些 对吧 而且这个的话呢 是看你这个菜来的 对吧 就拿一个比方吧 对吧 我们今天的一个网易员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提取 这个数据 对吧 那么你觉得用什么 更加方便一些 对不对 你觉得用什么更加方便一些 对吧 在这里面啊 其实一看就发现 我就可以发现 对吧 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要去提取它的一个数据 很简单 我们用这个 CSS 或者说XFAS 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对吧 其实我们去 实际去工作也是一样 你用什么方便一些 用怎么觉得简单一些 对吧 就更加好一些 而不是说 对吧 看你这个代码 对吧 谁写的复杂一些啊 谁写的牛一些 对吧 不是这样的 对吧 看谁写的 更加能够去 清 对吧 更加能够去 一眼就看懂 对吧 那才是一个写代码的 一个牛逼的一个专家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尽量的 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方式 好吧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能够去看懂的东西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先用这个CSS 先用CSS 等一下的话呢 再用这个XFAS 对不对 等一下再用这个21 OK吧 然后21的话呢 不用着急 在这些地方会用的 就在我们的一个 列表里面会用的 然后呢 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去提取 当今的一个数据内容的话呢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先使用这个 Persible 快点上一个 Select 对吧 先把我们的一个 网页源代码呢 给它传进来 然后的话呢 前面它会给我们 返回一个Select对象 对吧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 咱们这个Select对象 点上一个CSS 里面的话呢 去写一些语法 比如说我需要去 提取这一个内容 是吧 在前面加一个点 然后提取它 提取它下面的一个 下面的一个 Imagine 是Imagine吧 应该没看错吧 是Imagine 对吧 它下面的一个Imagine 写一下Imagine 然后呢 对吧 再来到它里面的一个 ATTR 提取它的一个 属性内容 SRC 对吧 那个SRC是谁 就是这一个 对不对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图片的一个链接嘛 对吧 ATTR 这个冒号啊 这个网页 我给它拆分一下吧 好吧 给它拆分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提取 标签啊 标签的一个属性 内容 什么意思呢 对吧 像我们的一个标签 标签的话呢 我们HTM的标签 基本上都是长这样的 都是长这样的 基本上啊 我说基本上 对吧 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 Imagine是长这样的 对不对 像我们的一个 A标签啊 是长这样的 嗯啊 这样的 对吧 它们就像一个一个的容器啊 储存的不同的东西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DIV啊 对吧 也长这样的 这个DIV 对吧 等等等等等等 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标签 对吧 然后像这些的话呢 如果说啊 我们需要去提取 这里面 对吧 可能说里面会有一个 这个A标签里面 对吧 会有一个Half 等于什么什么玩意儿 是吧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要去提取到 这个引号里面的内容 对吧 我们怎么办 可以怎么办 可以通过冒号冒号 ATTR 去提取我们 标签的一个属性内容 对吧 这些都统一的 给我们称之为一个 属性内容 OK吧 然后这个Half 和SRC 或者说有其他的 都是我们的一个属性内容 对吧 比如说有Class啊 有其他的啊 对吧 都是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去看一下吧 他有没有帮我们提取到 我们就可以在后面 点上一个get out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点上一个print 我们先看一下啊 右键运行 运行完之后的话呢 同学们就会发现啊 我们就把这里面的 所有的一些图片 都给他 拿到了 是吧 都给他拿到了 看到没 每一张图片啊 OK吧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数据提取 对吧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有一个小问题 同学们 就我如果说要通 要把它呀 把这个imagine的 一个url 一个list 对吧 我需要把它去做一个 做 放到咱们桌面上啊 做一个壁纸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东西有点小啊 对吧 有点小 对不对 你看到没 有点小 然后我放大的话呢 对吧 还有点模糊 是吧 还有点模糊 是吧 有点小 对不对 那所以说 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对吧 很简单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来到咱们这个 怎么加 怎么加高兴老师 简单 简单 很简单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点击一下咱们这个 查看经济大图 点它 点它 OK吧 点一下这个经济大图 先来分析一下思路 先来分析一下思路 这个网速有点慢 好 那来到这个页面之后的话呢 我们怎么办呢 对吧 通过咱们这个 F12 注意 F12选中这张图片 好吧 然后把这张图片的话呢 给它打开一下 打开 OK 打开完之后的话呢 你发现这个图片啊 它就变大了 对吧 它就变大了 并且我放大的话呢 它也不会出现这种 特别模糊的感觉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高兴的一个图片了吧 对吧 OK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等一下啊 不用着急 那等一下的话呢 给它看一下这个链接 我把这个窗口关掉啊 看这一个 这个应该看起来 会更加的这个 清晰一点啊 通过F12 对吧 选中它啊 再稍作一遍啊 选中它 然后的话呢 点击这个图片 对吧 这个图片是一张大图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大图啊 这个是第一张图片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张图片 我把它截图出来啊 第一张图片 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第二张图片 这其实很明显 你一看你就发现啊 这个大图 对吧 它很明显 它就大一些 对不对 它很明显 它就大一些 是吧 然后呢 看起来就很明显 要清晰一些 是吧 然后呢 这两个链接 我们现在先放到这里啊 放到这里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到这个控制台 去对比一下啊 去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啊 诶 你看一下 好吧 这个是第一张图片啊 第一张图片 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在这个链接当中啊 前面这部分内容 对吧 一直到这个 EDPSC 这个下滑线到这里 对吧 这个只有这个360 360不一样 对吧 到这个后面 只有中间这部分不一样 对吧 这个中间部分不一样 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是第一张图片 诶 那可能是说巧合啊 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图片 对比第二张图片看一下 好 把这个图也放大一下 是吧 把这个图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 诶 这个图它好像也是只有这个部分一样 是吧 那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诶 我们改掉中间的这个部分内容 把这个360 360 给它改成这个 Sockers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小图变大图呢 可不可以 这个输入没问题吧 对吧 这个输入没问题吧 那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实现了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4C环 先把这个Image的一个UIL 给它拿出来 好吧 拿出来 然后呢 统一地把这个ImageUIL 点上一个 Replace 给它替换一下 对吧 把这个360 360 给它替换为 这个 Sockers S-O-U-R-C-E 是吧 可不可以 这样可不可以 然后呢 再次循环的接收一下 让它等于它 对吧 我们再次打印一下这个ImageUIL 是吧 右肩运行 诶 现在的话呢 我就拿到了这些链接 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们就尝试点击看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大图 是吧 大不大 OK吧 没问题吧 这个网速一点慢啊 是吧 那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这个链接就已经 就已经改好了 对吧 就已经搞定了 是吧 到这里没问题吧 有问题的东西 现在可以提啊 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好吧 有问题现在可以提一下 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继续了 对吧 把这个图片给它保存下来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我们就继续了 这个ImageUIL 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就已经拿到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只需要说去再次去访问一下这个图片 然后的话呢 去拿到里面的一个输入内容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第四个步骤 去保存数据 为什么不找静晴老师 要找墓子老师 墓子老师跟静晴老师是隔天休息的 是隔天休息的 对吧 就好比明天就找静晴 明天就找静晴 对吧 今天找墓子 对吧 一天天来 对吧 不要着急嘛 是吧 这个 患者来啊 患者来舒服一些 对吧 你别怎么呢 对吧 这个每天都是墓子老师 对吧 总有一点这个 对吧 就算它再漂亮 对吧 总有一点点的那个 看腻 对吧 再换一个呗 对吧 每天换一个 对吧 这不舒服吗 对吧 有两个 对吧 有两 对吧 可以吧 好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保存数据 分为两 分为两个 首先保存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还是同样 先要去访问到 当前的这个链接 对吧 先去访问它 通过request 点上一个get 把我们这个 Imagic的一个UIL 传进来 对吧 然后呢 它会给到我们一个contents的 也是我们的一个图片 二进数据 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 Imagic的一个data 对吧 问号 未十年同学 少听的 你不要理解错了 这个 我说的是 这个患者呢 会 这个 至少吧 对吧 至少对于同学们来说 对吧 会稍微的这个 不会那么的 这个 看起来 怎么每天都是 木子老师 对吧 不会把木子老师 累坏吗 对吧 所以说要换一个老师 对吧 好啊 然后这个 首先的话呢 这个Imagic data 对吧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拿到的一个 图片二进数据 然后呢 这个图片二进数据的话呢 我需要给它保存下来 对吧 那么当然啊 我们去保存数据 对吧 保存数据的话呢 我们是要为之一个open 你懂 你懂个啥呀 你懂 对吧 你还是个卫生年 你啥都不懂 对吧 然后在这个前面 我们要保存一张图片 同学们 保存一张图片 我们是不是得有一个图片的名字 对吧 那这个图片名字 从哪里来呢 我们就需要从咱们这个图片的一个 这个地方来 对吧 从图片的这个路径当中来 那路径怎么 怎么去获取呢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Imagic的一个URL 点一个split 对它进行一个分割 通过咱们这个斜杠进行分割 也就是说呢 当前这个链接啊 我就通过这个斜杠 对吧 给它分割为一个一个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htps是一个部分 中间这个两个斜杠中间是一个部分 然后到呢 这个斜杠后面是一个部分 对吧 这里也是一个部分 这里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 对吧 一直到最后面 对吧 都是一个 独立的部分 对不对 那我们通过它分割之后的话呢 我们取最后一部分内容 是吧 取最后一部分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那个Imagic的一个title OK吧 这个是我们Imagic的一个title 也就是我们真正来说 结局出来就是啥呢 就是这个玩意儿 对吧 就是这个图片 这个东西啊 OK吧 然后呢 这个里面其实已经有后罪了 对吧 有后罪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只需要去说 把它通过咱们这个 写入方向 是一个二进制的写入 就可以了 它把I这个F 那么我们F点上一个Watt 把我们的一个Imagic data呢 给它传进来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去采进我们的一个 Imagic的一个title吧 对吧 最后的话呢 爬取成功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东西 给它干掉 干掉 好 又肩运行啊 对不对 又肩运行 嗯 再去采进成功 对吧 采进成功 是吧 看到没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图片 是不是就搞定了 那你是不是觉得 它这个 我感觉穿的 有一点点的这个 少啊 对吧 这个天气这么冷 我感觉它应该会冷啊 OK吧 那这个的话呢 成功了 对吧 这个其实仅仅是一个什么呢 仅仅是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案例 最基础的一个案例 对吧 就爬取一个页面 爬取一个页面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关键点 关键点奇特 对吧 那如果说我现在 加修库 加修库可爱心 这个一般般啊 好吧 那如果说 对吧 老师我现在需要去 换另外一个了 你给钱买衣服 给钱买衣服啊 这 那如果说 现在我要去 爬另一个项策呢 对吧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个链接呢 给它换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把这个链接换一下 那我们爬其他的 这个试一下 对吧 其实还是一样的 对吧 还是一样的 看得没 对吧 还是一样的 没问题吧 对吧 但是现在的话 有一个问题啊 就 又到了 点评的时间 开心 不点评啊 不点评啊 这里 我不做点评啊 好啊 然后呢 这里仅仅是一个 单个页面的 爬取 对吧 那如果说 现在我现在 有一个问题了 我去下载 每一个相册 这里面我都 每次都要换一个链接 对不对 同学们发现没有 如果说 我现在还要换一个链接 对吧 我还要换一个 比如说 我又有一个新意的 对吧 比如说 我喜欢这个 对吧 比如说 老师 我又喜欢这个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还得去复制 对吧 还得去复制 然后再把它改一下 是不是 再给它改一下 再运行一下 这样是不是比较麻烦 对吧 我也很烦 对不对 能不能说 一下子全部给它采集下来 对吧 可以 对不对 我们爬上讲 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批量的 拍数据 对吧 那现在的话呢 大家想一下 咱们这个思路 应该怎么办 大家想一下 我们要去采集 当年这个 所有的网站数据 对吧 怎么办 弄一个界面 输入网页就可以 也不实为一个好主意 也不实为一个好主意 那你想一下 对吧 这个东西我就不挑了 对吧 作为一个成年人 对吧 当然这个萧同学就算了 对吧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对吧 我们就不用挑来挑去的 对吧 不管你有多少 我全都要 对不对 我全都要 是吧 那所以说 大家想一下 我如果说全都要的话 大家想一下 这个思路要怎么做 那是不是说 我如果说 把所有的这个UI 要全部拿到了 对吧 那这个网页当中的一个数据 我是不是全部都可以 给它采集下来 对不对 那关键问题就在于 我们怎么去把 对吧 第三步 怎么 怎么 怎么去把 所有的这个 详情业 链接 获取出来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想的 对吧 大家也发挥自己的脑洞 想一想 你就别光说 老师 对对对 没错 对 对吧 你就别光这样 对吧 我直接问 咋了咋了 难道不是吗 我说的不对吗 怎么样 对 然后呢 这个怎么去提取 怎么去拿到我们所有的一个详情语ício 大家想一下怎么去拿 那是不是说 我真的说对了 真的说对了 那是不是说 我到当前的这个一面当中 注意啊 这个列表一面 我在这个列表一面 去拿到所有的链接 对吧 为什么说这里面有所有的链接 因为我们通过点击你会发现 我们每点击一个相册 你就会弹出到另外一个界面 对吧 那所以说在我们的一个列表一面 是存在我们所有的一个什么 存在我们所有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图片的一个 这个叫啥 对吧 图片的一个详情页 对不对 是存在我们所有详情页的这个链接的 对不对 OK吧 那现在的话呢 就只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要访问到这个网页 拿到所有的一个详情页链接 对吧 那这个思路是不是跟我们刚刚分析的 这个图片的一个思路 还是有一点类似的 对不对 还是不是有一点类似的 只不过这里面我们换了 对吧 并不是说去提取这个图片链接了 而是说提取这个详情页链接 对不对 那理解吧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一下 对吧 现在的话呢 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就我们代码的实现呢 也分为下面几个步骤了 对吧 多页 我就写一下吧 多页 爬取的一个代码实现步骤 对吧 第一个步骤 还是同样 去发送咱们这个网络请求 对吧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 获取数据 对吧 还是获取数据 没变 对不对 但这里面获取的数据 还是网页的嘛 是哪一个网页的嘛 是这个 对吧 是这个 对不对 拿到它 然后呢 第三个步骤 对吧 去解析数据 对不对 去解析什么数据 同学们 解析什么数据 这里面解析的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 每个详情页的一个链接 对吧 这个是第三步 结果不一样吗 对 这个差不多就是网页不一样 然后提取的规则 有点变化 对吧 其他的基本上 思路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第四个步骤干嘛 第四个步骤干嘛 大家想一想 你就别光 光我说 别光我说 大家想一想 对吧 我把所有的详情页链接 拿到了 第四个步骤 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是不是得说 我需要去访问到 所有详情页 对吧 是不是按照我们 上面的几个步骤去做 对不对 访问所有详情页 对不对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像我们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详情页 发送咱们这个网络的一个请求 是吧 然后这个步骤到底怎么去做呢 就这样去做 是吧 就按照它去做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只需要干嘛 在前面 加一个循环就行 是吧 加一个循环就可以 就OK了 是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所有的代码 我们就可以直接搞定了 是吧 那这个输入没问题吧 是吧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下面的东西 先给它注释 先注释啊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 第一步 发送网络请求 那这个发送网络请求的话呢 我们是去request的 对吧 还是request的发送请求 点上一个get 是吧 然后里面那个链接的话呢 变了 变成谁了 变成它了 变成它了 对吧 把它粘贴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会给到我们一个数据内容 获取数据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用一个response 一个1 接收一下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它会给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数据的话呢 是不是咱们这个data的一个html 我给它改成一个1吧 那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咱们这个response1 点上一个test的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步骤 就是解析数据 是吧 那么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就可能说要换一种方式 对吧 会更加的这个便捷一些 那我们先来到当前的这个页面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在这个网页 原代码当中 去找一下 当前的这个链接在哪里 OK吧 那找这个链接怎么找 我们直接找这个 伸之动人的小姐姐 Country F 对吧 伸之 伸之 哪个字 动人的小改革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搜索这个东西之后 它会给我们三个结果 这三个结果就是他们 对吧 前面的话呢 是一个图片链接 前面是一个图片的一个 有一个图片吧 然后的话呢 它的背景是这个 有一个图片链接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上面的话呢 也有链接 对吧 但下面的话呢 有一个更加方便的东西 这个玩意儿 我就先给它拿出来 先给它拿出来 对吧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还有啊 还有 对吧 这个是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对应的一个链接 那第二张呢 这个甜心 小姐姐啊 说一下 甜心 对吧 是不是在下面 对吧 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对吧 第三个在下面 对吧 第三个链接在下面 然后一直下面的话呢 是第四个链接 在这里 对吧 其实同学们 我们把它粘点进来之后 大家就发现了一个规律 对吧 发现了一个小规律 什么小规律 对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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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对吧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能说 不再使用Perser了 为什么呢 对吧 因为我们使用 二一更加方便一下 对吧 更加便捷一下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说 把它的这个规律 发现 我们写去 对吧 我们接下来要用正则 用正则去提出数据 也就是二一 对吧 刚刚去给大家 去介绍了 咱们这个解析数据 有几种方式嘛 对吧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 二一去解析数据 是吧 那二一的话呢 是怎么去解析数据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我们如果说 要去提取 当前的这个链接内容 以及这个标题内容 对吧 怎么去提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先要明确一个点 它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对吧 相同的地方很多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 以及里面的这个链接 那其他部分 基本上都是 对吧 都是这个相同的 对不对 我把这里面的东西 全部给干掉 你会发现 它们都是一样的 是吧 那现在的话呢 我就把都是一样的东西 给它干掉 干掉之后的话呢 我就留一个就可以了 好吧 留一个 然后的话呢 把里面用咱们这个括号 点心问 去代替一下 是吧 括号 点心 点心问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正则语法 OK吧 那它的话呢 就可以去提取一些 符合这一规则的一个内容 点括号点心 是什么意思呢 匹配所有内容 对吧 也就是说 不管这里面 你出现了什么内容 你都给我匹配到 对吧 都给我匹配到 OK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通过21 点上一个find out 那前面第一个参数 是我们要去匹配的一个规则 对吧 我们要去匹配 它这个字符算 我们要去匹配的字符算 它在哪里 它的规则是怎么样的 是长这样的 对吧 这个规则就这么写的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出来的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 我们要去写 对吧 写它 对吧 我们要在哪里匹配 是不是得告诉它 是吧 然后呢 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内容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就暂时用一个 ZEV 一个Data 给它接收一下 对吧 同样我们也给它打印一下 这个ZEV Data 优先运行 那运行完 最后的话呢 同学们会发现 对吧 这个链接呢 我也拿到了 后面的一个标题呢 我也拿到了 对吧 每一个都是对应的 对吧 每一个都是对应的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只要进行下一个步骤了 对吧 这个正则 没问题吧 对吧 对吧 可能是我讲的 有一点点的小猪招 for一个 for一个Data吧 印一个ZEV Data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给它改成为 这个Data的一个 第几个内容呢 第一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 我用0来接收一下 用一个0来去改变一下 然后呢 给它统一的 给它放在咱们这个Tatel里面 对吧 这个Data1里面 对不对 好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呢 是我们需要把每一个项策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写这样的一个东西 的一个倚 对吧 写这样的一个东西 倚是干嘛呢 对吧 是把我们每一个项策 对应的图片 对吧 比如说我们点击它 里面呢 有它的一个图片 对吧 有它的一个图片 比如说我点击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有第二个的 它对应的一个图片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需要把每一个 都按照它的样子 去分开 对不对 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需要加一个Data1 对吧 对吧 当然的话呢 在前面啊 这个东西我们直接运行 百分之一万会报错 百分之一万会报错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对吧 因为这里面 我们没有去创建 这样的一个图片 对吧 没有去创建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好吧 这个的话呢 也是我们很多这个 没有基础的同学 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老师 我这里面报了一个错误 对吧 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什么意思 对吧 其实很简单 你没有这个文件夹 对吧 大家只要看到这个 这个File Not Found 这个异常 File Not Found 其实就是文件 没有创建异常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里面就说 还有一个2 对吧 状态毛是2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相当于来说 这个文件夹没有去创建 对吧 那这个文件夹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创建一下 对吧 那这个文件夹 怎么去创建呢 肯定不是我们去手动的创建 对吧 当前我既然已经拿到了 这样的一个文件名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咱们这个文件名 去创建一个文件 OK吧 怎么去创建 我们先导入一个模范 导入一个OS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个前面 我们先做一个判断 在这里面 我们做一个判断 Print 对吧 不得不得 if 做一个if if not OS 点上一个part 然后的话呢 点上一个es i-s-ts 对吧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存取了 比如说 如果当前这个imagic下面 它不存在 咱们这个 URL 对吧 不存在咱们这个data 0 data1 对吧 如果说它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怎么办 我就新建一个 对吧 把我们的一个imagic 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 加上一个data1 对吧 给它新建一下 对吧 如果说这个文件夹不存在 那我就新建一个 懂吗 然后呢 下面我们就可以运行这个代码了 当然我们先 先打印一下吧 对吧 打印一下 每part到一个项策 我都给它打印一下 正在 part 对吧 正在part 谁 我给它加上 我加进来 好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了 好吧 右肩运行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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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现在没有问题的东西 可以给我送个情话 我看一下 刷个六 或者送个情话 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东西 现在可以提一下 对吧 然后呢 当前这个所有的 我想要的 所有的东西呢 他都可以给我去采集 对吧 就不是说单独的 对吧 选一个 选一个 对吧 不是单独的选 而是所有的 都要 是吧 那当然 在我们这个页面当中的话呢 其实还有一个 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 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 当前的话呢 我们只是说去采集 这一个页面的一个数据 对吧 在这个页面当中存在的 我给它写下来 但是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 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 对吧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翻页的 对吧 你发现没有 是可以翻页的 对吧 而且这里面有多少页啊 对吧 有多少页 我看一下末页 这个末页就没眼看了 末页就没眼看了 对吧 总共有241页 对吧 那如果说 这帮老师 我现在想要多页的内容呢 对吧 这个仅仅是一页啊 对吧 这个要多了 对吧 还蛮多的 就从了从第一页开始 到最后一页 基本上一天 一天24个小时不重样 对吧 就拿个简单的 我们换壁纸的时候 对吧 一天24个小时 每一张壁纸都不重样 对吧 然后真可以实现 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看着你眼花啊 说实话 对吧 反正我自己是看着眼花啊 都让你们看着眼不眼花 对吧 那现在的话呢 这个数据 对吧 我就可以说把它全部给它写下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前面 对吧 给它改一下 给它for循环 OK吧 循环一个咱们这个page in一个rend 对吧 然后呢 从1到242 对吧 从240 到242 然后呢 把它缩近一下 对吧 前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比如说这个正在patch 我就懒得起了吧 好吧 爬第几页我就算了 然后呢 里面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面我们就加一个 加一个str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是一个page page的话呢 我们再加一个 点html 就ok了 对吧 就可以采集多页的内容了 好吧 现在还有多少同意在听课 还有多少同意在听课 给它签个道 我感觉没有人鸟我 老师我很认真 OK OK 还是有几位同学 我以为都跑路了 在啊 你们都在跟我抄代码吗 对吧 都没问题啊 你往上一点 我截个图 哎 看到吗 抄代码的啊 暴露了 暴露了 对吧 直接就暴露了 他说话 抄代码没意义啊 同学们 抄代码没意义啊 对吧 给你截图 可以给你截图 但是抄代码 真的没有意义啊 我真的告诉大家 这个 你去抄任何的一个代码 其实没什么意义 就好比你上学的时候 你去抄作业一样 对吧 你真正 你把这个字 一个一个的抄进来 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吧 你到头来 你还是不会自己写 对吧 那就打个比方 我现在随便的换一个网站 我就换一个什么呢 换一个那个 另外一个网站 对吧 笔外 这个玩意儿 对吧 我现在就换一个网站 你暂时去爬 你可能就 对吧 老师这个东西怎么发 对吧 你就忘了 你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你去 你去听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你去抄代码 它是没有意义的 主要的话呢 你去 你要去听懂 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代码 就打个比方吧 对吧 现在我要去换个网站 对吧 我现在就要换这个网站 我要爬这个网站 对吧 你告诉我怎么爬 对不对 你又懵了 对吧 爬另外一个网站 它又是另外的方式 对吧 那所以说你又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办 又怎么办 你还是不知道 对吧 那就拿我这个壁纸网站 这么多壁网站 你学会了 对吧 老师我今天 我会这个网站了 对吧 你紧紧而言 你会的是这个网站 对吧 你会的是什么 你会的是能够 把这个代码 给它复制下来 对吧 可能说 中间会遇到一些小报处 我到处问一下 对吧 能够去搞定 对吧 但是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的 好吧 说实话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OK吧 那有意义的是啥 有意义的是 你把这个方式 给它学到 对不对 我们怎么去分析的 怎么去实现这个代码的 你把这个方式 给它搞懂 而不是说 你从头到尾 把这个代码 抄下来 老师我搞定了 老师我牛逼 对吧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对吧 说实话 我也经常去强调 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 但是你们就是不听 难受 难受 好吧 然后这是关于咱们今天的一个 前面部分的一个案例吧 好吧 你今天能听进去 就听进去吧 好吧 你就是听不进去 也跟我没太大关系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 然后的话呢 我就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吧 好吧 我就直白一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吧 OK吧 那这个案例的话呢 基本上讲得七七八八了 后续的话呢 还有一个 是我们的一个 自动 自动更换壁纸 好吧 自动更换壁纸 那这个的话呢 听到我们课后的话呢 会给大家赠送这样的一个 自动更换壁纸的一个圆码吧 好吧 我等一下的话呢 也给大家讲 稍微的讲一下吧 好吧 然后现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就到底来说 对吧 老师 你也一直在说 怎么去把这个学习方式 给他训练得更加的好 对吧 让自己之后呢 不管是你去工作也好啊 不管是你去做外包也好啊 对吧 你的一个学习能力会比较的强 对吧 以及的话呢 你能够更加的去轻松的 面对一些这个需求 是吧 面对更加复杂的需求 今天可能说爬这一个网站 明天可能说爬另外一个网站 对吧 可能说后天你把整个网站都要塞下来 对吧 而且还要求你的速度 对不对 那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复杂的需求 然后完成你的一个 对吧 你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目的呢 对吧 那我们的话呢 有一个全套的一个系统课程 主要来说的话呢 这个课程呢 也是针对来说 同学们去面向就业的 去找工作的一个课程 对吧 去找工作的一个课程 也就是说 我用一下同学们 对吧 有没有学Pathom想去找工作的同学 有没有 就老师 我学Pathom 我想学完之后 我想去找工作的 对吧 好 alter 词